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有一段时间我和大家拍摄了 其实我也很想出去拍摄 但澳洲疫情仍然不太好 所以我尽量避免吹人多个地方 但今天就和大家转换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我的护肤日常 身为演员的我 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宫女 所以就算是男性 我都觉得需要时常护肤 以保持最佳的状态示引 首先大家要记得的就是 护肤不是一定要花很多钱的 如果你找到好的护肤品 是适合你的皮肤的话 基本上便宜的护肤品仍然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首先就是日常洗面 我日常洗面 现在是在用两个 一只就是这个 纽西亚人出产的 Manyuka Honey的洗面膏 它这个洗面液 液出来的时候是泡沫 即是塗上面上洗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用的 叫Lab Series 这一只比较贵一点 但这一只 你用的时候 感觉都洗得很干净 同时的时候 我现在有一样东西 有一样东西 我会用的 就是这个洗面机 这个叫Foreo的洗面机 我也是在YouTube上认识的 初初我都怀疑有没有用的 但自从那次我看到 这个百货公司减价 买了之后 试了之后 就真的回不了头了 就真的很好 它很简单 你只不过是 塗了洗面膏 上面那里 搓匀了之后 按一按键 它会震动 震动的时候 在面膏打圈 这样洗 洗完之后 你明显就觉得 是干净了很多 另外一样我会做 就是磨砂 如果磨砂的话 我也是用Labs Series的磨砂膏 因为Labs Series的磨砂膏 就比较粗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男性用的 因为我试过用其他女性用的磨砂膏 我就觉得 那个感觉不太好 用完之后 就是觉得感觉不是干净得很重要 另外通常我做完磨砂之后 就会用回这个 这个就真的怪了 SK-II的神仙水 用这个SK-II的神仙水 因为我觉得磨砂完之后 皮肤就会比较干净 和比较干净 所以就觉得 用回SK-II的神仙水 就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磨砂是一个星期 只是做两次的 通常是星期一和星期四才做的 所以就不是说 用得那么快 所以就算是贵一点 最少也不会说是太过 这个 这个 烧你个人包的 另外一样 就是 譬如说你日常出去 和人家交制性应酬 吃完饭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 会觉得 面很油 而且 对 面会很脏 你没可能带一张二张出去 通常就会有这个 就是我们叫Facial White的东西 我就用这个牌子 叫Swispers的牌子 它有两个我比较喜欢的 这个就是Rosa Rosic Water 另外一个就是Cucumber 这个玫瑰露 以及这个青瓜 这两个我使用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这两个我使用的时候 玫瑰露就觉得 很滋润很多 青瓜掀完之后 很清爽的 所以我喜欢用这两个 很简单 只要一塊塊拿出來 例如一包小包 不需要這麼大包 例如一包十張 放在錢包或背包 都很方便拿出來用 另外一件事我洗完臉 必定會做的就是用面霜 面霜有分日霜和夜霜 日霜我現在用這隻 The Natural World 都是紐西蘭出的 Manduka Honey的面霜 為什麼我會用這隻呢? 因為我發覺我去紐西蘭旅行的時候 用了之後就試了 未買的時候 試了之後 真的用了很爽之餘 而且好處是有防曬的 不需要用完之後 要塗防曬這麼麻煩 一次過用完就簡單很多 這個真的是我喜歡的 日霜我都買了很多 那晚霜的話呢 我除了用這個 Natural World 之外呢 我也有用這隻 Wild Fern 兩隻其實都是很滋潤的 但是我覺得 Wild Fern 如果以性格比來說 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那隻晚霜 就大樽一點了 那你就差不多有價錢 如果你大樽一點 就可以多久一點了 我們經常都說 眼睛就是靈魂之窗 尤其是演員的話 眼睛是很重要的 我們通常都不想有眼袋 那些眼袋 如果帶到 連這個化妝也 蓋不到 就很麻煩的 所以我每天 都有用這個 這個 這個眼部的 護膚品 那這個呢 就是叫做 E Serum 那我仍然都是用 有西蘭的 Mannucal Honey的 E Serum 那就是 都是用兩隻 一隻就是Wild Fern 另外一隻就是 Natural World 那就視乎 哪一隻牌子 有貨 那牌 這個呢 我覺得真的很好 因為你用少少 就塗到眼睛 那裡 你就覺得 明顯是好多 而且 也不算是太貴的價錢 那除了這個洗臉之外 我都會用面膜的 面膜的話 我會用一隻叫做 Threeman 的面膜 它提倡的就是 一些比較自然的材料 我們叫做 Natural Ingredients 還有它也有很多 不同的選擇 譬如說 有減壓 深層結膚 或者毛孔清洗 各方面 變成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 你交替 用不同的面膜的話 功效會好一點 因為如果你皮膚用開一隻 或者只用一隻的話 習慣了 就會 可能反應不太好 那這個是我純粹自己的看法 那另外一隻我會用的 就是叫做 McMask 也是在紐西蘭買的 就是這個火山泥的面膜 那這隻呢 用完之後 真的覺得 它把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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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覺得是很乾淨的 那這個呢 我就覺得是比較強一點 那所以用完這個 我就始終都是覺得 就一定要馬上塗這個 這個 面霜的 那最後 要和大家說的 就是潤膚箱 和用唇膏 那 那潤唇膏的話 我就用Lip Balm 就是用一支支的潤唇膏 那這個 這些Lip Balm 我覺得好處 就是你塗一點 就已經是很潤 就不像用唇膏 那樣 那樣 我就覺得 自己個人來說 就覺得Lip Balm 就比較好一點 那 那 這個也是很多的牌子 來的 不過就是在市集才能買到的 那 但是其實很多 很多不同的Lip Balm 比如說 紐西蘭那些 那些 Manduque Honey的Lip Balm 我也覺得是很好的 那 那另外一隻 就是潤膚露 潤膚露的話 我就是用這個 叫做 Elizabeth Arden的 White Tea Wild Rose 的潤膚露 那其實潤膚露的話 我都不是時常用的 那夏天的話 有時候真的用 你不需要用 我自己覺得很黏 那夏天 但是有一件事 潤膚露我一邊 必定會用的 就是 這個是我從拍戲的時候 那些化妝嬸嬸 柏州姐姐 他們學回來的 就是 這條頸 時常都要塗潤膚露 因為你 你的臉 無論如何潤膚也好 如何保護也好 如果你那條頸 是顯得很 皮膚很乾燥 很老 很寒的話 那也是不好的 所以我通常 我每天都會記得 除了塗面之外 都會塗頸 因為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希望今天這條影片 的資訊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那如果你有什麼 心得 或者想跟我分享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給我 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會盡量去解答的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會贏了吧 我會贏了吧 我會贏了吧